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和肝炎在台湾的一些作战 为什么要对肝炎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控制它 控制它以后 那么以后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出来 我的大钢大概是有一个背景 然后V型肝炎的传染途径 当然肝炎是有很多种 到现在为止有ABCDE这五种 其中A型和E型 ABCDE这两型是进口而入的 就是你吃了不干净的 里面有污染A型或者E型肝炎的病毒 然后你自己没有抵抗你就得了病 B和C和D这三种病毒都不一样 跟A跟E也都不一样 那么它进去以后会引起慢性的感染 因为感染通常分两种 有一种就是说它感染你以后 那以后好了就没有事 当然有少部分运气不好就是 被这个病毒杀死了 肝脏整个坏掉了 很暴行肝炎 那好了就没有事了 另外有一种就是说 它虽然症状好了 可是它病毒就寄生在你的肝脏里面 那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呢 它就开始发生一些问题出来 这个里面的第一号是B型肝炎 那我们就是要从B型肝炎开始呢 它的情况 流行的情况 还有我们的防治的经验 然后再谈到C型肝炎的流行和防治 还有在这两个肝炎的防治所面临的问题 和可能的突破 最后在21世纪 这个世纪我们台湾人的肝病是怎么样 最后做一个结论 这个图是一个人类的腹部的解剖图 这个人呢是面对着我们 然后把他的肚皮掀开以后呢 在横骨膜的底下呢 有一个褐色的 红褐色的器官 这就是肝脏 在台湾的人呢 一般说起来男性 大概是1.4公斤 1400公克 女性少一点 差不多1300到1350公克 那么这个器官呢 是一个维持生命所必要的 我们人类的器官分成两大类 一类就是没有它会死的 一类是没有它也不会死的 肝脏是属于没有不行的 所以人家常常讲你是心肝宝贝 就是这个道理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的功能呢 是合成我们身体的许多的蛋白质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工厂 它也是我们糖类 所谓的碳水化合物 或者脂肪的新成代谢 很重要的器官 同时呢 我们每天吃很多的东西 或者我们身体也产生很多的 有毒的物质 那么它可以把它 新成代谢分解掉以后 把它排除掉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消化的一个器官 就是胆汁可以帮忙 所谓的脂肪的消化 还有胆色素 是我们的红血球破坏以后 就会转换成胆色素 这个也需要靠肝脏的细胞来 新成代谢 然后呢 才能够完成它的一个 把它排除去 那这几项呢 各位看看 都是维持生命所必要 所以可见呢 肝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可是这个器官呢 它有病 人类最早并不知道 这个有病是有怎么样情况 也是人类事实上 很多是经过经验的累积 才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器官呢 有问题就发生这样的问题出来 肝脏最早的记载呢 在西方 大概是在 这个公元400到375年前 有一位希腊的医学 这个叫做Hippocrates 洋人有时候喜欢念Hippocrates 就是这一位呢 他可以说是西方医学的一个始祖 到现在为止每一位医师 要做医师以前要宣誓 他的试词呢 大部分还是根据Hippocrates 他当时的一个所立下来的 比如说第一个 我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 有害于病人 你不要 要想要救他把它害了 类似这种事情 那么他在这一个书 这个章节记载里面呢 就转移 记述了一个传染性的黄胆 传染性黄胆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人呢 眼睛黄起来 小便红红的 但是有传染性 不是一直来一个 哇 一些人整个一起来 他记住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可能是现在为止 知道最早的一个 肝病最早记载 那么在中国呢 当然也是文化很久 在这个公元2000年左右呢 有一位张仲景张姬 那么他是长沙的太守 那么他有做一本书 叫做《金贵要略》 那我没有去看这本书的原文 很抱歉 只有看到他的英文的本 因为中文本跟英文本看起来 结果是差不多一样 都看不太懂 不过中间呢 他有记载黄胆 对这个情况 就是以现在来看 眼睛黄起来 种种的这个情形 这个是最早的 对于肝病方面的记载 那肝有问题的话呢 肝跟其他区块一样 它有问题就是会发炎坏掉 或者长一个东西在里面 它都有可能的 中间最多的就是肝本身细胞被破坏 这一种情形我们就叫做肝炎 所谓的炎 火火发炎的这两个炎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细胞破坏 然后呢 要修复白血球过来 或者淋巴球过来 那细胞本身又再开始再生 或者说把它修复好 这一种反应整个叫做发炎 那肝细胞坏掉了 这当然就是一种肝炎 所以呢肝炎是很多种肝病里面的一种 也就是说肝细胞遭到破坏 那因为细胞破坏引起功能失调 引起的一种疾病 那因为肝功能的这个损伤呢 所以引起许多的症状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很简单的图 就是肝细胞是一条一条的 像一个楼房一样的 每一个楼房排得非常整齐的一个 每一个是一个细胞 肝细胞 那因为维生物 例如像病毒或者是化学药物 比如吃太多生肝的药 跟肝有关系 或者喝酒太多 或者缺血都可能引起这个细胞怎么样 破坏掉 那这是很简单的示意图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这种 有的时候它也有免疫的激转 很复杂的 不过大家总知道 本来好好的变成这样子 那变成这样以后 这个细胞本身里面的东西 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又跑到血液里面去 所以诸位常常听到一些广告说 什么肝炎指数在血液抽血高起来 就是说这些里面的酵素 有一些活性跑到血液里面 所以我们从周边的血液一抽血 这个酵素 肝细胞里面的酵素增加了 用现在的这个term就是ALT或者AST增加 或者GOTGP增加 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从周围的血液 来测在肝细胞里面的酵素有多高 正常比如它只有30个单位 你如果变成60或者100 就表示怎么样 这细胞里面有坏掉 所以才跑到这个地方让你抽到 这是一个原理 好了 那么如果你肝有了发炎的话 那你有什么症状呢 请注意 90%是没有症状的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那其他的10%左右有症状呢 全身倦怠 我相信刚才同学上一天课没吃饭 现在可能全身倦怠了 所以表示全身倦怠不一定是肝炎 懂不懂意思 不过它会 还有食欲不振 就是哎呀 看得容易吃不下 那恶心 想吐 那上腹部 因为肝脏在上腹部 会有一点胀胀的痛 还有发烧 最重要的是防胆 因为这些 前面这几个症状都不是很特异的 就是有其他的病也可以这样 或者没有病 太累也会这样的情形 有时候只有这个 你太累不会防胆 眼睛不会防起来 这不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特异性的一个症状 那么会让肝细胞破坏的原因呢 有这些 滤过性病毒 细菌 发泄物质 药物 还有自体免疫 缺血这些都有 那这么多原因里面呢 对我们国人或者对亚洲人最重要的病因是 滤过性病毒 所谓的病毒性肝炎 那里面刚才我已经跟大家报告有ABCDE这五种 那么它呢 各个型呢 经过科学家的努力呢 都知道说它病毒的颗粒大小是怎么样 它里面的基因的组成是哪一种是 去氧核糖核酸 或者是核糖核酸 它发生的疾病 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不必须管这个 只要管B C和D 这三型可引起极慢性肝炎 慢性 因为它 有慢性以后就会伟大不掉 就是很麻烦 那这个D型呢 ABCDE的D型呢 这一个家伙呢 是一个很不成器的家伙 为什么 它自己不能存在 它出来一定要穿这个B型肝炎的衣服 它很害羞的 不会赤柔柔跑出来 穿衣服才跑出来 穿谁的衣服 穿B型肝炎的衣服 所以呢 如果我们控制B型肝炎怎么样 第一呢 它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我们台湾 把B型肝炎控制很好 B型肝炎原则上 也间接地受到控制 那这个现象是很有趣的现象 那如果要讲的话呢 另外再可以讲一小时以上 好 那么B型肝炎被发现的经过呢 也蛮有兴趣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 到最后呢 是认出来这个病毒呢 本身在电子检维镜下面看呢 穿透式的电子检维镜下面看 它是有三种颗粒 一种是42个奈米大的 就是图示在这里 这是病毒本身 那这个病毒呢 像一个核桃一样 中间有一个核心 外面有一个核桃 这个水果的皮一样 所以呢我们把 而且这个成分 皮的成分和果皮的成分 和核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分别把它的不一样的命名 就是表面抗原核心抗原 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是一个DNA组成的一个 它的一个基因体是DNA的 那有趣的是 除了这个病毒 42个奈米本身的病毒颗粒以外呢 它还有比较小的 20个奈米左右的颗粒 因为还有一种宽度是20个奈米 但是长度可以到 两三百或者一两百 长度奈米的这个 所谓的长型的这个条状的这个颗粒 那这些颗粒呢 经过研究知道 都是这个病毒本身 外壳的表面的抗原的生产过剩 而集结成小的20奈米 或者是长条型的这个 所以这一个和这一个呢 它们的成分呢 都只有病毒的外套 因此呢 这个本身呢 不是病毒 它是病毒的产物 也是病毒的产物 太多 集成物 那后来经过研究知道 这个小的颗粒 它是病毒的外表 对这个外表的这个抗原引起的抗体呢 就是表面抗体 它是有保护力 所以诸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们有想办法把这个和这个拿来存化出来 不要有这个会感染传染人的疾病的这个 那这个打到人身上以后 会让这个对这一个外套产生抗体就可以变成疫苗 事实上第一代的疫苗就是用这样做出来的 但是这个基本呢很简单就是科学家研究知道有这个性质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些知识 但是要用到变成产品的话 这个中间还有很多过程 比如像现在我们生物技术 老实讲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 可是要变成一个产品本身呢 这中间还经过很多的这个转折 好 那为什么病情感染这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看 在台湾十大死因的一个变动 从民国41年左右开始到这个三年以前的统计 诸位可以看一下民国40多年的时候呢 当时台湾人死亡最多的是胃炎 十二指肠炎什么炎 都是这些台湾话讲的绞塞病 就是吃不干净然后卸入就死掉了 然后再来肺炎 都是呀 结合病 都是传染病 心脏疾病 血管 脑血管疾病 和恶性肿瘤就是癌症 是在比较后面的 那时候还有疗疾哦 你看到没有 第十位死亡是疗疾 可是到最近的十几二十年左右呢 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 第一号呢 几乎永远就是恶性肿瘤 长癌症 然后呢 脑血管疾病 心脏的疾病呢 也是非常常见 糖尿病现在变成第四位 等等呢 不过我要讲的是 第一位的恶性肿瘤里面 肝癌是在我们国人很重要的死因 过去一直都领先第一名 这个很不好的第一名 不过最近被肺癌抢走了 我们非常高兴地变成第二名 那还有一个是原来一直在第六名的 最近两年变成第七名的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所以诸位记得一下 就是癌症里面肝癌很重要 第六 第七位的慢性肝病肝硬化 这是我们台湾人死亡的原因里面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这些人得这些病 研究本身呢 它是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 这个是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呢 在台湾的医学界里面最早的一个报告 是日本的柏田 台湾大学的以前叫台北地大的病理学科 和内田 这是Utsuda和Ujita这两位 他们呢 当时从日本来 就病理学家就是做组织的切片检查 那当时尸体的解剖 一个人不幸死掉以后呢 我们要解剖看看他什么地方出问题 是病理学家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他们呢 当时在大概1942年 我们发表了一个文章 就是在台湾的原发性肝癌病理学的研究 当时他们还用很多的汉字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 这个台湾医学会杂志呢 今年好像是103年的这个左右 非常老的一个杂志 好 那他们看到什么呢 他的论文很长 我就把重要的 他的第三个表呢 就是说如果是他们在1900年到1938年 这30多年中间的解剖力呢 在台北地大的解剖力 台湾大学的解剖力呢 差不多1690的解剖力全部 里面是日本人的1188 在台湾本岛人502 诸位看一下肝癌 原发性肝癌 在日本人是0.67 在台湾人是2.7 当时统计学还不是很发达的 所以没算什么P值 你们现在都要算P值多少 不是3P那个P 是probability的P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 好像台湾人比较容易 解剖力里面比较多这个原发性肝癌 有这么一个看法 这个是1941年 我刚才说42年不对 还比这个早一年 我还没有生出来 我是1943年出生 可是一个研究只能够做说 这个病 这种人多一点 这种人少一点 那我想这个就很困难 所以很多科学研究者呢 就一直找这个原因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 直到这位先生呢 是Blenberg 这位先生 他是一个遗传学家 那么他阴错阳差的 去找到一个抗原 叫做澳洲抗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的理论就是说 他是一个遗传学家 他要研究这个人类的这个多形性 多形性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每一个人坐在这里 都是人嘛 对不对 废话意见 可是每一个人又不太一样 同样是有两个眼睛 当然我戴眼镜有四个眼睛了 鼻翼指怎么样 不太一样 所以他就认为说 同样是人但是有多形性 那他的研究就是说 学艺里面的蛋白质 在1940年50年时代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题目 他想要研究不同人种 他们的蛋白质的结构 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要研究 血液里面的蛋白质的多形性 那也就是说希望就是说 比如说好 这种这一组的人 他的血液的这个多形性 跟这一组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那他要做这个研究 当时就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要用这个双向 这个double diffusion 双向免疫扩散的一个方法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 找某一些人 他可能会接受别人的血液的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 如果接受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会对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发生一个排斥 就会发生抗体 这是不变的一个理论 所以他就要找一种人 他接受别人很多的血液 然后假设他可能会对很多人的血液 发生抗体出来 所以把这种人的血液拿来 跟各种不同人种做实验 看看会不会有本意的反应 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所以他就是找哪一种人 受到很多人的血液 接受很多血液有病的病人 过去血液有病的病人 没有像现在这个血液有病的 第八因子的浓缩液 就是一旦出血 因为血液有病就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他就基因有一些问题 所以他的血液不会凝固 出血又不会凝固 所以一旦他有出血以后 他就会怎么样 会出血不止 他这时候就要输别人的新鲜的血液 借别人的血液里面的凝固因子 来帮他止血 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血有病病人 只要他有受伤 他就要输别人的血液 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 理论上是接受很多人 其他人的血液 所以这种人怎么样 有可能他身体里面会有 对于不同人的这个抗体出来 好 那Burgh先生呢 他就开始做研究 在纽约的Junst中心 拿到血有病病人的血清 当作假设里面有抗体 然后从全世界各地 收集各种不同人种的人的血液 来做反应 结果有一天给他做 从澳洲来的土人 原住民 有一个反应 那遗传学上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 发现什么样新的东西 就用那个地方做命名 所以他把那个抗原 就是因为他是跟血有病病人 有反应 他有抗体反应 叫做澳洲抗原 这澳洲抗原的这个来源是这样子 可是一个礼拜以后呢 那时候在台湾跟美国还有邦交 所以在现在公园路 大家如果在那个公园路 跟那个那条叫什么路 襄阳路 交口地方 台大医院的牙科 红色那一栋 那是以前美国还去医学研究所的 所在地在那里 那里送了差不多九十几个血液给他 正常的台湾人的血液 结果布伦伯先生发现说 哇 这九十几个血液里面 哇 有七八个是阳性反应 而且很强 那澳洲那个弱弱的 还要特别染色的看得出来 所以台湾人比较凶 或者这种凶不好的凶 所以他跟我说 他说我差一点把它叫做台湾抗原 后来我说你怎么没有叫台湾抗原 他说哎呀 因为澳洲的这个研究 这个实验结果比台湾的这个结果 早一个礼拜出来 第二个 澳洲比较多人知道 台湾没有什么人知道 所以他叫他澳洲抗原 这是他亲口讲的 那布伦伯先生呢 他的发现这个V型肝炎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The Hunt for a Killer Virus V型肝炎 他长的样子这样子 年轻的时候 那他的发现的过程呢 事实上是相当的曲折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 他找到了一个抗原 这个抗原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对病毒性肝炎里面 可以找到的一个所谓生物的标记 这是他的一个很伟大的贡献 也因为找到这个生物标记 所以以后解开了A型肝炎 A型肝炎 C型肝炎 总统都是间接 都是因为他找到这个 所以说一个钥匙 找到钥匙开了 我们进去 那他的发现的过程呢 事实上是相当的曲折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 他找到了一个抗原 这个抗原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次对病毒性肝炎里面 可以找到的一个所谓生物的标记 这是他的一个很伟大的贡献 也因为找到这个生物标记 所以以后解开了A型肝炎 C型肝炎 总统都是间接 都是因为他找到这个 所以说一个钥匙 找到一个钥匙 开一个门进去 可是呢 如果找到这个的时候呢 那么他去投稿 也是吃了闭门羹 他投到某一个杂志 他开始不肯讲 不过他这本书里面有写 所以我现在讲没有关系 投到美国内科医学会 会制 Analia Internal Medicine 是很好的一个 他给他退稿 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编跟他说 Bloomberg先生 你的论文很有兴趣 可是呢 我们每一年都有人说 他找到病毒肝炎的标记 可是没有一次是对的 我们也没有信心 你这一次是对了还是错的 所以把它对了 其实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 想不到他就真的找到了 那因为这个发现本身呢 他得了1976年的 Nobel医学奖 可是实至名贵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本题 他找到这一个东西 然后说是病毒性肝炎里面的一个标记 所以我们在台湾的研究者呢 我的老师呢 宋瑞尔宋教授和当时他的团队呢 我那时候还在当医学生 就开始呢 用这个方法来检验这个东西 那后来 结果很多的转折 后来我们用最敏感的方法 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在台湾 如果你测B型肝炎表面抗原 以前被叫做澳洲抗原 在慢性肝炎90% 就是慢性肝炎100个病人 90个是有这个抗原 肝硬化差不多80 10个8个 肝细胞癌 10个里面也是9个 正常人 百分之17左右 那肝里面还有 这个肝细胞癌就是 原发性就是肝细胞自己 跑出来的一个癌症 肝脏是一个 它是像一个海绵一样 很多血液从中经过 全身血液都经过 里面形成代谢 所以万一血液里面 有其他的癌症细胞怎么样 它就会卡在那个肝脏细胞 肝脏里面 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在那里长 这一种癌症 我们叫做转移性肝癌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他有肺癌 经过血液以后 跑到肝脏去 就转移 他有这个胰脏癌 跑到这里去 那这样的病人 我们很清楚的 他不是原发于肝的一个 他只有跟正常人差不多一样 所以诸位看这个表 你看 慢性的肝病 肝硬化还有肝癌 80% 正常人只有15%左右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15% 同样的这个检查 在白种人 西方人 只有1000分之一 也就是0.1%左右 在日本人当时的话 这个研究差不多是 20多年前的研究 当时日本人差不多是1.5% 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话呢 他就是高 在台湾有那么高 老实讲 第一次我们做这个研究出来的时候 是不相信这个结果的 因为这时候用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法 叫做放射免疫分析法 当时国货会的一个计划是10万块 现在有没有国货会的人 在这里我不知道 10万块 那研究会非常有限 结果我们做出来以后 用最敏感的话去做以后 哇 怎么十个九个都阳性 所以我跟我的 当时我的助手 赖米扬 赖医师 他是第三年资源医师 我们两个呢 就在那里说 哇 糟糕 这大概是污染 因为太敏感 我们那个 当时又很穷 不像现在作为实验都是 一次用完就丢掉了 产生很多垃圾 以前要洗 洗很多次 后来我们说 哎 这样了 每次 所以那段时间看到宋教授 我的老师就赶快逃走 懂我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他钱那么少 被我们给他浪费掉不行 所以我们就跟赖医师说 赖医师我们这样子 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收集这些 这些新的病人 然后呢 所有的赤管什么都用全新的 就不会污染了 结果 台湾这个病人实在太多 我们只花了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收集完成了 做完了以后 一样90%左右 那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是对的了 第一次不是污染 因为这次没有污染的理由 所以当我们去发表这个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说 你们这太高了 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事实上是他们用的方法不够敏感 所以呢 不管怎么说 这三个病呢 慢性的B型概念感染 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诸位在回想到 刚才我说的 把台湾人杀死的里面的 十大十一里面 你说 这个家伙是不是最可恶的 我相信如果诸位是我的话呢 也一定会对他呢 也不会有那么痛恨就是 好啦 那你找到这个 你做一个医生 是希望能够救更多人 对不对 能够解决问题 不是说 哇 我这个论文发表得很好的杂志 那不够 你有什么贡献 对台湾人做什么好处出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追 到底这些人是怎么样传染到的 那当然国外也开始有人做这种研究 这个图呢 跟大家报告 是我当讲师的时候做的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家族图 这一个是我的一个病人 他是肝癌的病人 这边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方形的就是男的 圆的就是女的 上半部画了这个白白的 就是他有鼻型肝炎表面抗炎 两性的意思 那他的妈妈 爸爸还有他妈妈的兄弟姐妹 就是他的舅舅还有这个阿姨 还有他的祖母结两次婚 诸位看看 这一位病人呢 他是一个三十几岁的肝癌病人 他有鼻型肝炎表面抗炎 他的兄弟姐妹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位 除了有一位已经过世了 早的时候很小的就死掉 那还有一个他的妹妹 大妹妹死了不肯抽血 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不好意思问是不是 是不是他不是他们生的或者怎么样 Anyway 他这个我们没有拿到抽血 其他全部都是代源者 同时在分析他的代源的这个成分 都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这一型的 ADW型的 这是一个某一种的 这个B型肝炎抗炎 他妈妈是带有抗炎 爸爸没有 妈妈的兄弟姐妹呢 如果抽得到血的 或者还在的 大部分都是代源者 非常巧妙的是 他的祖母结两次婚 他们是属于他的祖父在这里 这祖母又结了一次婚 又生了一个代源者出来 所以非常清楚的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母系的传递 妈妈传过来的 妈妈传过来 那如果从妈妈传过来 如果是遗传 那糟糕了 因为遗传的物质是在 细胞核里面 暖子里面 那就没有救了 可是我们知道它是病毒 不是 同时也很多的学者知道 它不是经过胎盘感染的 在生产 在产道的时候才感染 如果今天是在 穿过胎盘的感染 我想就很困难 为什么 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感染了 这要防止地形肝炎的话 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变成怎么样 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梦夜 还好不是这样情形 那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研究说 好 既然刚才我说 B型肝炎的成分可以分成很多种 通常是四种 不过在台湾最多的是这两种 ADW跟ADR这两种 ADR是空的 ADW是实心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虽然B型肝炎表面抗原 可是 如果你被 这一排的人 如果被我感染的是 这一种 会表现这一个病毒的话 他们所产生出来的病毒的抗原 一定都是这一型 它不会变成这一型 也就是它的基因是ADW这种基因 如果是ADR的 那这一排的人 他就不会跑出ADW来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来做什么 流行病学的追踪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宿舍里面 有一个人带人 另外一个人 他本来没有检查 那后来去 来住宿舍住一起以后才跑去检查 结果他说 我原来你看 没有抗原 现在有抗原 结果一查 第一个人是ADW 第二个人是ADR的话 那这两个怎么样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以判定 我们就可以跟 他说 你的这一型病毒跟 都是B型肝炎 但是他是 精髓不换耳水 不一样的 好 那这个图什么意思呢 这一个图呢 就是我在 当讲师的时候做的 这个图还有我自己画的 当时画的不像现在电脑 要用一个 老一点就知道 要用一个一颗一颗去弄 很苦的 就是说 如果籍贯是所谓台湾的话 那91% 它是属于ADW 如果籍贯 如果籍贯 这些人 这些点点点都住在台湾 那以前是戒原时期 不像现在可以跑来跑去 不能乱跑的 所以这些人呢 如果他籍贯是华南 长江以南的话呢 差不多百分之 八十左右呢 是ADW 台湾是百分之九十一 如果长江以北的话呢 反过来你看到 空包刀比较多 ADR比较多 差不多反过来 ADR是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表示说 这一个B型肝炎 它是有地域性的 病毒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说也就是说 这一些所谓的北方人 他虽然一直都住在台湾 可是他还带有的病毒 是跟他北方的是类似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说 他们的感染不是在台湾当地 因为如果在台湾当地感染的话呢 十分之九应该是属于这一种性 好 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呢 那么来做一些研究 那么在这里需要提一下的就是 我去日本进修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老师叫做西纲先生 李西红盖先生 他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肝炎的专家 所以他收集 他对这个亚型也很有 这个我们叫做亚型 也很有兴趣 所以他收集全世界各地的 B型肝炎的学艺 结果发现在 在伊朗 波士湾这里 还有新疆这一带 有一些特别的亚型 他去分析是Y亚型 这是AD亚型 有一个AY亚型 他去分析以后发现说 他的亚型的散布 是跟四路 Silgrove 从伊朗那边 可能是进口波士的地毯那边 做商人这样一转船过来 也就是说 可能这些商人把B型肝炎 从那个源头 波士湾带到这个地方 所以中国是有 新疆或者少数地方 是有Y的亚型 好 那这位肖女士 是属于ADR 如果还记得 这个是北方主要的 可是肖女士 她的机关是台湾 她也向来没有去过北方 肖女士跟她先生结婚以后 生了好几个 全部都代言者 每一个都是这种型 只有这个 这个我当然不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 她生活领养了 我不知道 那最后一看看 这些人都是小朋友在台湾 她妈妈有没有去过大陆 可是她得了这一型 表示什么 她们的感染是在家庭里面 妈妈传小孩子 所以我们都搞清楚 妈妈传小孩子这个路途 就想办法把它切断 你知道这个凶手做案的方式 是这样的话 就要阻断她 当然我们这是间接的一个证据 更直接的证据是 美国海经医学研究所的 Stevens跟Visley 两位医生 她们做的方式是 台湾的妈妈在台湾做的研究 她有代言 新生儿以后 就把新生儿 代言妈妈生的新生儿 做定期的抽血 看看这个新生儿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妈妈感染 结果他们发现 假如在台湾 妈妈是代言者的话 大概在六个月里面 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 她的小孩子 也会变成代言者 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 发现说 这个妈妈如果带病毒 特别多的话 小孩子百分之九十 变成代言者 如果病毒带比较少的妈妈 差不多百分之十左右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搞清楚了 这是妈妈传小孩子的 那更直接的证据是 美国海星医学研究所的 Stevens跟Visley 两位医生 他们做的方式是 台湾的妈妈在台湾做的研究 她有代言 新生儿以后 就把新生儿 代言妈妈生的新生儿 做定期的抽血 看看这个新生儿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妈妈感染 结果他们发现 假如在台湾 妈妈是代言者的话 大概在六个月里面 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 她的小孩子 也会变成代言者 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 发现说 这个妈妈如果带病毒 特别多的话呢 小孩子百分之九十 变成代言者 如果病毒带比较少的 这个妈妈 差不多百分之十左右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搞清楚了 这是妈妈传小孩子的 同时Bizzi也做了一些 很有用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研究 她在台湾大学 刚才我新生儿 新生儿就是说 如果妈妈是代言者 而且病毒很多的话 百分之九十变代言者 如果是幼稚园的 儿童学龄前 被感染 这个时候被感染的时候 那么她有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 会变代言者 如果到青少年成人以后 才感染病型肝炎 那会变成代言者的 机会就非常低 只有不到百分之三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感染病型肝炎病毒的年龄 它的时间 年龄 是决定是否变成 慢性代言者最重要的因素 请大家注意这个 也就是说 如果等到你免疫系统很好 像这个免疫系统很完整 看新生儿免疫系统 还没有完整的时候 这个坏人 进到身体里面去的时候 B型肝炎 因为B型肝炎进去以后 是要靠我们的免疫系统 把它消灭 新生儿 他的免疫系统 还没有完整 所以坏人进去以后 他跟他每天住在一起 搞不好还搭肩勾背 但是青少年说 免疫系统很完整 所以这坏人进来 麻烦的发现以后 他就跟他打仗 他就不会 坏人不太会在里面 这个非常清楚 可是非常诡异的 是新生儿有很多变代言者 可是你看 有没有症状比例 非常少 所以也就是说 你如果台湾的妈妈 她们的教育程度 不是很理想 而且不能够接受 这个现象的话 她会问你说 我虽然代言 我小孩活得好好 白白胖胖 没有事 因为她根本没有症状 学院以前感染 差不多只有10%有症状 青少年成人感染 差不多三分之一左右 会有症状 如果了解我刚才说 有症状 有肝炎是免疫系统 在打仗的时候 发生的这个后果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什么奇怪 但是这个给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指标 因为我们了解 这个情形 所以诸位 我如果 你如果有这个知识的话 如果我们要做预防 是不是应该在 这个时候做 新生老的时候做 很清楚 因为如果你 新生老不做的话 她就变代言者了 可是当时 一般的民众 甚至一届 都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 所以当一届开始说 要推行 新生儿的 鼻型肝炎的 注射的时候 就有 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她说 你们这些做肝炎的人 太没良心了 要把台湾的新生儿做白老鼠 就自己要出名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要阻断这个坏人的话 就是要在新生儿的时候阻断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就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说 诶 我们现在要施行人口政策 要给生育年龄的妇女 要 要给妇女吃这个避孕药 或者使用避孕的方法 可是我们对象是老太婆 不对嘛 对不对 因为老太婆 她已经 你不要避孕她就不会生了 不然人家 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也很感谢当时政府的很多的支持 还有当然学界 台湾的学界 懂得这个的人 很多人就站到第一线来解释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台湾变成 在全世界防治B型肝炎 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国家 好 那我们再回到台湾人的十大使因 刚才说第一位是恶性肿瘤 在男性肝癌通常是第一 或者最近有时候输给肺癌 不过输的时候也是小输啦 整个统计输三十个五十个 明年又版回来 实在很不光荣 但是我可以跟这里报告 我个人的预期 五年里面肺癌一定会永远是第一名 肝癌会退出第二 各位看看我讲的对不对 然后呢 在小孩子呢 也是有一个肝癌的一个发生 小孩子癌症本来就比成人少 但是小孩子癌症有不少的是白血病 那白血病我们不叫实质 实质的肿瘤 他是学医去的 实质肿瘤就有一块 长一块东西这种肿瘤 那小孩子的实质肿瘤在台湾呢 是第一名 那第六位是肝癌跟肝瘤 现在是第七位 刚才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已经知道 这一个在成人的话 是百分之八九十嘛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个小孩子呢 的肝癌呢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在医学界很少百分之一百 但是这个有不同的一个 两个大的一个研究 都证实他的百分之一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B型肝癌的感染 今天感染 他白白胖胖 小孩子没有事 他要等到二三十岁的时候 开始怎么样 免疫系统开始发达以后 认出来这个B型肝癌 躲在家里 开始给他打 这是开始发作 然后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呢 肝已经被破坏差不多 就变成肝硬化出来 以后变成肝癌出来 也就是说 他的货因是种在小的时候 但是他发作是在怎么样 五六十岁以后才过世 那今天我们如果在小孩子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研究 要等五六十年 我看我也等不及了 懂我意思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好 我们是不是来看看 小孩子既然肝癌也有 虽然不多 但是他百分之百是B型肝癌引起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做了以后 是不是小孩子的肝癌 是不是有减少 这是研究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的小儿科的团队呢 担委会教授他们呢 就开始做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在成人的病例 是我在做讲师的时候做的研究呢 就是说在肝癌的病人 他十之八九有B型肝癌 去测他的妈妈跟爸爸 那么妈妈呢 在十一个妈妈 肝癌病人的妈妈呢 有十一个 底面有八个是代言者 73个percent 爸爸呢 是有七位 那么可以让我们抽到血的 有一位14.3 这个跟正常人差不多 那因为成人的时候 在台湾B型肝癌引起的肝癌 差不多平均年龄是54岁 这个时候很多爸爸呢 已经不在了 也在 妈妈还在了比较多 也再一次表示男人比较命苦 死了比较早 可是呢 这个情形呢 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 妈妈是她的 是这些肝癌病人的B型肝癌的来源 同时我们定她的牙型也是一样的 那最近我们用基因 病毒基因去测也是一样的 可是在儿童病例怎么样呢 一样的 妈妈28个病童的妈妈 26个是代言者更高 不过这个研究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88的这个代言者比例特别高 不过不管怎么说 妈妈这么高 这是一个 不管在成人病例或者儿童呢 都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事情 我们手头上有一个 有用的一个武器 就是疫苗跟免疫球蛋白 就有方法去阻断这个 好那任何的感染疾病呢 它都有一个感染源 然后有感染途径 然后有没有抵抗力的人 那这个很负担 你就不要看它 也就是说呢 在B型肝癌感染源 我们除了切断感染途径 不要随便去打针 不要随便的去 假如要穿破皮肤 要把这个要消毒消毒好以外呢 最好的话呢 是让这一个人本身呢 有抵抗力免疫 我有抵抗力的话呢 百毒不清 B型肝癌的疫苗 刚才我已经说 表面抗体有的话 原则上是代表有抵抗力 那现在我如果没有表面抗体 我就来注射一个这个表面抗原 让我就有抵抗力出来 这就是疫苗的一个功用 好那么再回到差不多30年前呢 我们已经在台湾已经知道 台湾的B型肝癌非常多 成人里面呢 十个里面八九个都感染过 其中差不多五分之一是代源者 还有台湾的人 慢性肝癌肝细胞癌 大部分是B型肝癌引起的 那台湾的慢性B型肝癌感染 一半是妈妈传染 一半是其他水平感染 这个已经知道了 知道以后怎么样 在学界说起来的话 知道就知道 发表论文我刚才说很好 可是呢 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你对我们发表称一百斤也没有用啊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应该开始去做这个事情 那也很庆幸的 我们政府当时 听了学界的一些劝告以后 认为我们应该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 在1984年 美国73年开始呢 我们就推广了全台湾 或者全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一个 B型肝癌的一个接种 那如果大家了解我刚才说的事情 教育 卫生教育很重要 如果这个年轻的妈妈 她不了解B型肝癌有这么讨厌的话呢 她干嘛要那么热心带小孩去做接种 所以我们要做所谓的公众的教育 那这个地图呢 不是这个邮票呢 是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唯一的一张肝癌的邮票 因为当时我们政府把肝癌 当作重点的科技 那是有这个一个肝在这里 那B一个注射的意思 那这一个邮票让我想起的 李国鼎李先生 李国鼎先生当时是政务委员 孙悠玄先生是行政院的院长 后来当然是李国鼎先生 他们都很认同这个B型肝癌的控制 当时我们说要做邮票的宣导 让这个能见度比较高 就画了这个图 结果呢 这个图呢 安全 情治单位有意见 什么意见你知道吗 太虹 太虹喔 你不要笑 以前是太虹不行 红是代表中国中共的意思 后来我们说肝癌也不能改 搞成蓝色或者绿色了 对不对 太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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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 太虹了 日本下érie